穿會外套的女子 打赤腳 帶著遠景 一路走進摩鐵房內 因為她被前男友持槍強壓 搶走手機 軟禁兩天 女子的前男友是台南地方教頭 因為犯下多起槍擊案 本該在月初入監 沒想到嫌犯卻強壓前女友逃亡 還好女子積警 趁對方吸毒睡著 溜出房間報警 害怕吵醒對方 連鞋子都不敢穿 你要我怎樣 你要我怎樣 你要我這樣子的結果了嗎 去給親戚的念 這是 你要的結果嗎 綽號鱸魚的羅姓角頭 在睡夢中被上銬逮捕 卻不顧警方在場 不斷對前女友嗆瞎 態度囂張 你都坑婆的 你不知道 你覺得我還可以 而讓教頭念念不忘的前女友 就是這位長髮大眼睛的酒店妹 時候她向警方表示 當初對方被羈押 還是自己拿錢幫忙交保 沒想到前男友近視恐怖情人 還好警方即時到場救援 化解危機 繼續賴慣張 才能報導 謝謝